竹北瓦斯加州站昨天發生了氣爆意外 而新主席長楊文科今天也到場了解狀況 來看他的最新談話 訂機票改機票 昨天趕回來 也召集了緊急的一個會議 做出了剛剛所講的各項的一個決定 謝謝 第一席戶口也出現了關切的事情 任何這個在哪裡有發生 我們都會立即派員去檢查 我想這個我們沒有問題的 原本是不是不打算回來呢 確診的關係會不會有隱瞞行程的意思 沒有沒有確診也確實在上個禮拜也是確診 這個我都絕對沒有隱瞞 我想這個我一向做是坦蕩蕩的 而且是說到做到 我相信所有的鄉親 一定對我們所做的事情一定會有感的 謝謝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好 我們看到昨天發生氣爆之後 我們看到楊文科他表示 他是立刻改了機票 從日本返回台灣 而後續社會處也將會持續照顧 這名受傷的少年